《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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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一段日子沒有拍元朗講音講食了 近年元朗多了好幾間村菜館 也見相當受歡迎 有網友推介我一間 十二分滿意的村菜餐廳 想我去試試 去了第一次 一共吃了兩餐 這段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間就是在Yoho Town 十十四川料理 地點位處於一個 超舒服的綠化空間 的Yoho Mall外圍 元朗自己有就不用多介紹了 至於在第二區來的朋友 在片尾我會簡單講一下交通 在這個寬闊的空間 就會見到十十 十十切有戶外用餐區 好有圓林感覺 在這個不熱不冷 陽光溫暖的午後 坐在這裡享用一個下午茶 或者夏天來杯酒 大家摸著冰涼的酒杯 舒解壓力 好放鬆好捨義 一邊閒聊唱談 一邊享受美食 讓一切的香氣 在這個這麼清新的空氣裡飄蕩 盡情享受這個萬時光 十十是一間新派村菜 一反傳統村菜的風格 變身成綠意小清新 文青風格調 裝修好有心思 高樓底的天花掛滿小燈泡 牆上用了綠色植物作裝飾 令到店內充滿清新和新氣 店內的卡位有三組 亦都有酒吧座位 先到的客人一般都會選卡位坐 我都不例外 座位寬闊 坐落很輕鬆 很有時尚的感覺 地玻璃令室內透入自然光 打開到門就更加有自然風 吹到我條絲巾都飄飄一下 十一點半開門 就開始有午市套餐供應 由六十八至八十八不等 我選了兩個八十八的套餐 是老潭酸菜軟麵和酸菜鴨血肥腸米線 套餐包括有湯羹、前菜、主菜、飲品 飲品是豆漿 可以加8元轉飲其他熱飲 或者10元其他凍飲 另外甜品可以要或者不要 要的分別加12元和20元 啊!雞絲粉皮到了 今天我將結論放在前面 以環境、服務、衛生、份量抵食程度 全部我都給5分 至於質素和味道的分數呢 就逐個說 首先就是湯羹 好像是蛋花羹 我都不記得了 因為我不想喝 是清淡到沒有什麼味道 本應我想給1分 不過勝在去就不放味精 放到好喝 用什麼放味精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給3分 然後就杯豆漿 不是稀粒粒那種 甜到適中 挺好喝的 我覺得4.5分 不過就只有冷 現在是冬天來的 雞絲粉皮的粉皮是幼身 我吃慣的是粗身或者粗粗身 口感我喜歡粗身 醬汁不夠香 以我吃多少下的雞絲粉皮來計 這個我會給3.5分 另外一個前菜就是蒜泥白肉 這個很讚 給5分 是我吃這麼多次蒜泥白肉 我覺得這個很好吃 它很好吃在配搭 白肉配到裡面的青瓜 再配上山蒜蓉 一起吃是好吃 醬汁已經不太重要了 主角出場 酸菜魚麵 一般酸菜魚都是做得比較大鍋 這裡就做了一個168的小鍋二人的份量 又健又套餐又抵食 試一下套餐先 講一下我吃川菜 由於我多年來出差在外面 很多時候會在內地不同的地方吃到川菜 而在香港第一次吃川菜 不是網友推介 我都沒有打算吃 但其實我喜歡吃川菜 很多東西都好吃 我喜歡吃 雖然我不吃辣 但我都會覺得很好吃 回到主角 鹿鹿酸菜魚麵 可以選擇辣度 我選了微辣至少辣度 首先來講一下湯味 是夠味的 挺濃香的 但如果你要我跟內地吃過好吃的 來比 它就不差 但是已經算很不錯 但是魚 就肯定比內地好 因為內地用草魚玩魚 這裡是用海爐 那真的很棒 起碼不用怕蟲 魚做得好滑 而且鮮嫩帶爽口 吃第一片就想吃第二片 又想吃第三片 那份量都OK 一人都分到四至五片 那個酸麻辣度就剛剛好 不會連魚都吃不到什麼味 那除了老潭酸菜的酸香之外 湯的配料還有 窩筍條、芽菜、菇菌 還用了新鮮的花椒 放在面頭作點絕 這個我就會給五分 第二主角 酸菜鴨血、肥腸、米線 讚 都是膽五分 鴨血軟滑 肥腸夠肥厚 整個配搭好東西味 好正正 份量每人都分到每樣三件 腸和米線都軟顏適中 真是放過心下去煮出來的 到甜品 兩個我都加 士多啤梨冰粉加12元 胡圓椰汁冰粉加20元 那冰粉是什麼 是一種植物 在四川和貴州的山區會常見 而冰粉就是冰粉果裡面的冰粉籽 士多啤梨冰粉面頭放了有花生碎、南瓜籽、山楂餅碎 混合來吃就是香甜軟滑 加12元是抵食 胡圓椰汁冰粉面頭也放了花生碎粒、南瓜籽、山楂餅碎 還有紅莓乾的碎粒 但胡圓好心給多一粒 一人都分不到一粒試一下 不過那粒胡圓都不太好吃 太硬實 又是這樣 混合來吃都好吃的 好吃的 好了 來結帳了 兩個五屎套餐是各88元 加甜品是12和20 加起來是208元 不需要加一 是非常值得 我想我喜歡吃的程度都有點瘋狂 一天吃兩餐 去慣完商場、看完燈飾、打完卡 又回來吃第二餐 快會先吃兩餐 那粒 又是4餐廳 且吃以爽 又回来了 因为款式真的很多 很想再吃 第一样就是我一直以来都喜欢吃的成都口水鸡 去埋骨 淡淡肉 鸡皮下面的肥膏又不会很厚 但是鸡就陷滑 鸡味都有 调味还可以有提升的空间 打分就四分 原本就想吃灯影牛肉 这么多年来我一次都没吃过 但今天亦都是跟他无缘分 都是吃不到 叫了一个重庆酥炸肉 是松化野味 打分4.5 如果是夏天 酥肉配啤酒就一流 啤酒3-7点就是happy hour 现在这么冷就不喝了 除了传统的菜式 它有新派创业的菜 它有一个泡椒芝心猪肉丸子 在餐牌上看的卖相就很吸引 它是放了一些潮式的柿油 在面头和一些韩国的柚子物 这是创意的fusion菜 如果说到潮式的柿油 是会用来配在潮式的蝦棗蟹棗 令到吃起来是香脆酸甜美味的 这个芝心猪肉丸 我就不太会欣赏了 我有多少盐 那个丸子的皮比较硬实 不是松化的那种 这个我就不打分了 我想见仁见智 最后一个就是水煮牛肉 说到水煮牛肉 我曾经在潮州吃过一个 真是永远难忘 它是一个四川的厨师 去潮州打工 用了潮州的牛肉 这个真的是fusion菜 但如果以香港来计 这个菜煮到九成半 我都觉得是很满意的了 我将整个汤底 拿个外卖胶盒带回家 我将会自己放些新鲜的牛肉 再吃 好了 看单了 茶位每位10元 水煮牛肉148元 口水鸡88元 丸子78元 酥肉68元 白饭20元 加上423元 再加1元 但是5点至7点 就有8折 减了之后就385元 最后来总括一下 用料和味道是不错的水平 性价比是高的 可以翻单 到了晚餐 餐厅就会放些像竹台的小灯 令到室外的露天座位 在入夜之后 就更加有feel 最后就来简单说一下交通 因为之前我已经详细拍过片 如何走的了 在元朗西铁站 K出口 穿过商场 向着Habbit Cafe 落一层到地下 就是这间餐厅的了 好了 这条片来到这里 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